这是老驴官影至今 见过最最变态的罪犯 且没有之一 他超出了正常人能够接受的饭桶 他杀人 他分尸 最最重要的是 他还用匕首 割下了被害人的三个隐私器官 等警方找到他们时 他们一位凶手做成了标本 时间 2018年5月31日 地点 中国台湾 这一天 家住台北市的小文 在出门参加某聚会后 离气失踪了 次日 齐家人去当地警局报案 但一开始 并未引起当地警方的重视 他们只当作是一般的失踪人口里案了 并未上升到刑事案件 一眨眼 十天过去了 心急如焚的小文家人 开始动用一切关系来寻找小文 这其中包括网上求援 以及找来民间搜查队找寻小文 当天 通过视频追踪的方式 搜查队敢确定 小文最后的出现地点 是台北的华中草原 随后 在搜查犬的引导下 搜查队将目光 聚焦到了华中草原上的一个小木屋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小木屋 恰巧就是小文 当时学习射箭课的地方 眼前的这个男人 就是小文的射箭老师陈伯谦 面对突然登门的搜查队员 他大方地让搜查队员 将搜查犬放进来 他神态自然 看不出一丝紧张 虽然搜查犬的反应 可以确定小文曾在此逗留过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他也证视不了小文 就是死于陈伯谦之手 也正在此时 小文家人在互联网上 发布的寻人启示 引起了当地群众的重视 消息一传实时传摆 引起舆论 当地警方介入调查了 而他们调查的一连串线索 最后都通通指向了小文的 射箭老师陈伯谦 当天陈伯谦被传唤到警局问话 警局内 面对警方24小时的软硬皆失 陈伯谦终于松口了 他说小文已经死了 尸体被我碎成了几十块 装进了七个塑料袋里 全部丢进了大山身中 我当下有随意跟他说的一句说 其实依照我多年一般的经验 我当下觉得 这个换钱就是你了 次日 根据陈伯谦的指认 警方在台北某山上 找到了小文的尸块 然而当当地警方试着将小文的尸块拼凑起来时 他们惊奇的发现 小文的三个重要器官是缺湿的 且还有很多脂肪组织也是缺湿的 脂肪组织被陈伯谦吃了 变态 这是真的变态 不日 在陈伯谦家中 警方找到了已经被制成标本的小文缺湿的器官 那么问题来了 犯案动机和犯案过程 动机一句话即可概括 陈伯谦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变态 据其有人讲述 陈伯谦有两个癖好 一就是爱玩哨而不移的游戏 二就是爱制作标本 在其家中有他制造的各式各样的 琳琅满目的标本 以下就是陈伯谦供述的犯案过程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他的一面之词 案发当天 他与另外一名男性友人 加上小文 三人一起在案发小木屋喝啤酒 中途 这个友人拿出了六瓶 从重庆带回的白酒 两人开始故意灌小文的酒 据不一定准确消息 酒中有可能背下了晕头转向水 酒过三巡 小文喝醉了 而这个友人也十分巧合的走了 足留陈伯谦和小文在小木屋 之后陈伯谦试图性侵醉酒的小文 但被小文察觉到他开始大声哭咎 陈伯谦恐是想败露 心生杀意 随即他便活活掐死了小文 之后他又对小文的尸体实施了一系列 不是一公开的言论 最后又将他的尸体藏在小木屋中的一个木箱里 里面铺满了石灰 放了三天 第四天晚 待私下无人 他用鱼刀对小文进行了肢解 过程中 他刻意割下了小文的三个隐私器官 以及一些脂肪组织 隐私器官他带回家中 想做成标本把玩 脂肪组织则被他吃了 这就是案发经过 同年 经法院一审判决 陈伯谦死刑 当庭 陈伯谦提出上诉 二审陈伯谦被判处死缓 同年小文家人提出上诉 被驳回